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生活取经数学我得理议 哎哟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等一下既然他们如果比我们先做好三叉鱼雷的话 那我们就玩了 快点快点快点 来帮我的忙啊 吉米 你又要跟他们玩钓鱼胎海战的游戏哦 上次你不是才输得很惨吗 哼 谁叫你上次都没来帮我 害我自己做三叉鱼雷做得太慢才会输啦 拜托 吉米 你这样话实在太慢了吧 一共要减下二十个三叉鱼雷耶 你这样做 要做到什么时候啊 难怪你会输 所以我今天才特地找你来啊亨利 我就教你有办法 我今天赢定了 好吧 谁叫我是你的好朋友 也是该我出马的时候了 让我教你一个快速做三叉鱼雷的方法吧 来 先把纸对折起来 这样一次就可以剪下两个三叉鱼雷了哦 而且啊 大小还都一模一样呢 你看 哇塞 超酷的 不愧是亨利耶 呃 你们两个在玩什么啊 乌龟教授 你来得正好 我正在教吉米怎么快速做三叉鱼雷哦 等一下 我们准备要跟同学玩钓鱼台海战的游戏 哦 原来是三叉鱼雷啊 呃 教授我以前也很爱玩这个游戏呢 可是很奇怪耶 这两个三叉鱼雷的形状一模一样 鱼头的方向却跟好相反耶 那是因为对称的关系啊 呃 没错 没错 你看啦 吉米 指上这里的折痕称为对称轴 两个鱼雷相对于对称轴的关系称为对侧 对称轴是一条直线以L表示 我们称为鱼雷甲和鱼雷乙对称于L轴或L线 另一种说法是鱼雷甲相对于L线的近射影像是鱼雷乙 也可以说鱼雷乙相对于L线的近射影像是鱼雷甲 哦 所以它们互相对应的点会相叠合 呃 没错 在叠合的时候鱼嘴A叠到鱼嘴B 如果连接鱼嘴A和B可以看出AB线段和L垂直 并且被L分成相等的两段 L和线段AB的交点C就是线段AB的终点哦 哦 所以同样将鱼雷长叉的部分相连接 长叉D点和长叉E点的相连线段也和L垂直 并且被L平分为两段 L和线段D的交点F就是线段D的终点哦 嗯 完全正确 我也懂了 只要把纸对折在这条中间折横的一边 随意画上我要的图 对折剪下后就变成两个一模一样的图了 嗯 吉米也越来越有对称的观念哦 这也就是说啊 如果在平面上先画好一条直线L L对折在直线L一边的点或线就会叠到直线的另外一边 得到相对应的点或线 但是在直线上的点在对折的时候呢 就只能叠到自己咯 接着就由我小帮手带着大家一起动手来做做看吧 首先先画上直线L 在直线L上面取一点C 然后在白纸右边的长方形中取一点A 用红笔标记 沿L对折压印后再打开 就可以得到A点在左边长方形的对应位置上 留下了一点红笔印痕 再描绘清楚标记为B点 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沿L线对折 A点会叠到B点 所以A点和B点对称于L 也就是说AB两点互为对称点 C点在L之上 C点会叠到自己 C点的对称点就是自己 接着我们连接线段AC再折一次 打开 因为A折到B C折到自己 所以线段AC折到线段BC D在直线L上 所以角ACD会折到角BCD 所以角ACD等于角BCD 并且线段AC和线段BC等长 现在请亨利和吉米你们两个打开量量量看 线段AC是几公分 线段BC是几公分 角ACD是几度 角BCD又是几度 每一度 线段BC也是三公分 脚BCD也是四十度耶 嗯,没错 这就是对称的原理哦 听完小帮手的讲解后 相信你们也对对称的应用 有初步的认识了吧 好,那乌龟教授问问你们 如果我在L线上画上一点E的话 那脚ACE会与哪一个角度对称呢 刚刚我们量过脚ACD的角度 它与脚BCD的角度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是对称的关系 啊,也就是说 同样的原理脚ACE会叠合到脚BCE 这两个角是对称关系 嗯,所以脚ACE等于脚BCE 没错没错,说得很好哦 好,那接下来我将C点慢慢的往下移动 移到AC和L垂直的点 那么脚ACE就是一个直角咯 除了脚ACE是直角以外 你们还能告诉我 有哪几个脚也是直角呢 脚ACE是直角 那和它对称的脚BCE 当然也是一个直角了 脚BCD是直角 所以脚ACD也是直角 因此ACB自然连成了一条直线 并且线段AC会等长于线段BC 也就是说L与线段AB垂直 并且L平分线段AB 或者是说L是线段AB的中垂线 你们两个啊 今天都表现得非常好哦 等一下你们去玩钓鱼台海战 也要像现在一样优秀哦 放心吧,乌龟教授 我相信既然他们一定还不知道对称的原理 现在一定还一只一只慢慢解呢 吉米,没记错的话 你也是刚刚才学会了吧 还敢说别人,你哦 哎呦,不要再求我了嘛,亨利 哈哈哈哈 重点回顾 A点和B点以L为对称轴 表示AB线段垂直L 并且L是AB线段的中垂线 A点和B点以L为对称轴的另一个说法 是以L为折横对折时 A点会折到B点 给定A点,如果要求出相对L的对称点 只要从A点做L的垂线 得到垂足C 然后将C延长到B点 使线段BC等于线段AC B就是A的对称点 L上任何一点 相对L的对称点就是自己 A、E的对称点分别为B、F 也就是说以L为折横对折时 A点会折到B点 E点会折到F点 所以线段A1会折到线段BF上叠合 因此我们得到线段A1的对称线段 就是线段BF 并且两线段的长度相等 同理,如果A、E、G的对称点分别是B、F、H 也就是说以L为折横对折时 A点会折到B点 E点会折到F点 G点会折到H点 所以三角形A、E、G会折到三角形B、F、H上叠合 因此三角形A、E、G和三角形B、F、H全等 同时我们也得到线段A1等于线段BF 线段A、G等于线段BH 线段G1等于线段HF 角A等于角B 角E等于角F 角G等于角H 随堂练习 A、B两点以直线L为对称轴 A点到L的距离是5公分 则线段AB的长度是多少? 答 因为B点到L的距离也是5公分 并且和A点分距L的两侧 所以线段AB等于10公分 A1相对直线L的对称点分别为B、F 以直线段A1平行L 请问线段BF与L是否平行? 答 连接E点、F点和A点、B点 则L和线段EF 以及线段AB垂直 因为线段A1平行L 所以线段A1和线段EF 线段AB也垂直 又因为对称 线段BF和线段EF 线段AB也垂直 所以BF和A1平行也和L平行 A1相对直线L的对称点分别为B、F 请问线段A1和线段BF是否等长? 答 是 C点在直线L之上 A点相对于L的对称点是B点 则L是不是较BCA的较平分线? 答 是 A1 A1 G相对直线L的对称点分别为B、F、H 请问三角形A1G和三角形B、F、H是否全等? 答 是 脚A1 脚A等于脚B 脚E等于脚F 脚G等于脚H 线段A1等于线段BF 线段EG等于线段FH 线段GA等于线段HB 同上 A相对于L的对称点是B 如果BCA不在一直线上 三角形BCA是什么形状的三角形? 答等腰三角形 以C点为顶点 对称轴L是顶角角C的分角线 也是底边线段AB上的高 和底边线段AB上的中线 在平面上以直线L为对称轴 哪些点会与自己对称? 答 L上每一个点都与自己对称 L上每一个点都与自己对称车 中线最好 达三角形 在平面上的不安 也许多人在均匀 达三角形 做出称车 这一适的不安 达三角形 达三角形 可以加达三角形 达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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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一 AB两点如何求线段AB的中垂线 答 将A对折到B 线段AB也顺便对折 纸上的折痕L 就是线段AB的中垂线 而线段AB和L的交点C 就是线段AB的终点 例题二 如何求角ACB的分角线 答 不妨假设线段AC与线段BC等长 将线段CA折向线段CB C点在折痕上 折痕就是角ACB的分角线 例题三 平面上有一个圆 请求圆的对称轴 答 任何一条直径都是圆的对称轴 以直径为对称轴对折 刚好将直径右边的半圆 折到左边的半圆叠合 例题四 一 A点在L之外 如何求A到L的垂线 答 以L为折痕对折 将A点对折到B点 L是线段AB的中垂线 线段AB自然垂直L 二 A点在L之上 如何求过A点 并于L垂直的直线 答 将直线L 以A点为基准点 L自己对折 折好再打开 折痕就是过A点 并于L垂直的直线 例题五 在坐标纸上画对称图形 以L为对称轴 请在L的左侧 画五边形ABCDE的对称图形 答 先分别标出ABCDE相对L的对称点 夹 以丙 丁 物 例如A点在L右侧 距离L是两格 甲和A决定的线段 以L为中垂线 因此 甲点在L左侧 距离L也是两格 B点在L右侧 距离一格 因此E点在L左侧 距离也是一格 C点在L右侧 距离两格 C点在L右侧距离两格 因此 丙点在L左侧距离也是两格 D点在L右侧距离三格 因此 丁点在L左侧距离也是三格 E点在L右侧距离四格 因此 因此 雾点在L左侧距离也是四格 依次决定好 甲、E、丙、丁、雾后 再依序连出一个五边形 极为所求 例题六 寻找出下列图形的对称轴 一、圆 二、正方形 三、长方形 四、零形 五、正三角形 六、等腰三角形 七、约形 一个图形的对称轴L 是指一条把图形分成左右两半的直线 并且图形的左右两半对称于L 答 圆的对称轴是任一条直径的延长线 中村忠一达形 2. 正方形的对称轴有四条 3. 长方形的对称轴有两条 4. 菱形的对称轴有两条 5. 正三角形有三条对称轴 分别是三个顶角的角平分线 6. 等腰三角形以顶角平分线为对称轴 7. 约形有一条对称轴 例题7. 请选出下列三个选项中 哪一个图案是圆图的对称图 8. 答B 例题8. 想想看 喜的对称图会呈现怎样的图形 8. 答会呈现出双喜与减脂原理一样 5. 选项拓并好消灭 7. 选项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